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7月6号 宜蘭县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那么在两点钟的时候呢 部长也跟全国的人民报告过 今天全国新增个案是29个 其中有27个是本土个案 那么宜蘭县今天中央怎么样呢 我想是不是请林志淼林县长 为我们的宪明做个报告 县长请 各位乡亲各位好朋友 各位记者媒体女士先生 还有县府团队 副县长还有秘书长 还有卫生局局长 还有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呢依然没有确诊的个案 联系了11天都是嘉宁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 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 希望天天呢都是嘉宁 那呢我们呢以下有几件事情 要向大家报告 下个月就是这个 七夕情人节 所以我们训政府每一年呢 都举办七夕情人节 那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今年呢 就是停办 所以呢在此呢要向大家宣布 2021宜蘭的情人节系列活动呢 取消办理 不便之处请大家来见谅 再来第二点呢 接下来要报告 疫苗的注射情形 状为这个东山还有元山 南澳大同 这个这些五个乡镇呢 没有合作的这个注射 疫苗的这个医院及诊所 为了增加这个乡名的这个便利 明天开始这个开放了这五个这个乡镇 到72岁到74岁的民众 以及原住民55岁以上的原住民 我们呢到当地的这个卫生所来施打 这个合资格 处合资格的民众 请打电话到这个卫生所来预约 谢谢大家 谢谢县长 那接下来呢 容我为各位再补充报告点医疗的状况 今天呢 我们还是家里的状况 就连续11天了 那么累积的本土个案呢 是96位 那么居家隔离的个案呢 是35人 那么已经完成了 29,641次的筛检 目前我们的阳性率呢 是0.32% 那今天呢 全国新增27个本土个案 跟两个境外移入个案 目前全国累计个案 已经达到15,088个个案 那本土呢 有13,846个个案 那很不幸的有708位 我们的人民呢 往生 那么宜兰县目前累计死亡个案是两位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们持续在做筛检 目前阳性率降到百分之 累积的阳性率降到0.32% 那么我们已经连续11天加零了 真的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才能维持这样的一个成绩 刚才县上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们之前呢 是因为当莫德纳疫苗进来的时候呢 75岁以上长者 我们是安排在接种中心 跟各乡镇的卫生所来施打 那后来为了加速 以及扩大我们服务层面 我们的扩大疫苗复发呢 就增加了7家医院跟20个诊所 来为我们民众提供 它的目标就是72岁到74岁的民众 但是我们也发现呢 包括壮围 圆山 东山 大头 南澳 目前这五个乡呢 并没有医院或者诊所加入 那这点真的是跟我们乡民说非常抱歉 我们也很努力的希望增加诊所 但是其实打疫苗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复杂 所以呢 目前我们联络的像东山啦 这些诊所我们有联络 那么他们还在考虑 但是我们觉得人民是不能等的 所以呢我们也评估过 目前卫生所在施打75岁以上 民众的服务量呢 是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从明天开始 这五个乡的乡民 可以就在您所属的乡镇的卫生所 打电话预约 那么我们会给各位安排 当然也许我们本来是说 72到74岁希望在这个礼拜 四注射完成 但这五个乡民呢 可以延长一点时间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求的是安全稳定 那么卫生所只要你打电话到卫生所 他们都会帮各位安排时间 那么到时候找个时间来注射 那各位呢也可以按照我们上面的时间呢 还有那个电话呢 跟各个卫生所联络 因为开放了这五个乡镇的卫生所以后呢 目前我们每一个乡镇 都有医院或者诊所 以及卫生所呢 为我们民众提供全面性的服务 当然等到过两天 我们会看我们疫苗剩下多少 我们会再评估往下开放的年龄层 那以上是今天的 我们的医疗状况 我想